多党不过半 三强大混战 欢迎收看苗董2020 我是吴雨淑 今年总统大选是庶民与权贵的大战 社会阶级这么赤裸裸地搬上台面斗争 几乎是史上头一遭 以前选举想战阶级总是比较隐晦 形容民进党是穿草鞋的 走在街头 贴近社会底层 而国民党穿着皮鞋似乎有权有势高高在上 但这年头 蓝绿的鞋子不但交换穿 还进化成庶民跟权贵之战 到底庶民这个词从哪里开始 这要从去年的市长选战开始说起 2018 高雄市长选战后期寒流崛起 造势人气新指标就是香肠瀑布 谁的厂子最壮观 最快卖光 谁的人气就比较旺 韩国瑜三山造势 展现陆军实力 不用动员 人气爆棚 香肠摊贩 跟着跑就赚钱 另外一边 陈其迈被拍到造势场合 发双主菜便当被暗示支持者都是动员来的 当时谢荣介形容 这个高雄是民主香肠 大战双主菜便当 一边是一个个主动参加的庶民 另外一边是杂钱动员 阶级斗争 从此展开 韩国瑜喊着苦民所苦 莫忘世上苦人多 召唤出社会底层的支持者 果然在市长选战创造奇迹 没有想到在党内总统初选 他对自己人也占阶级 4月23号韩国瑜发表五点声明 本来是要告诉外界没办法参加现行初选 大家却把焦点摆在第五点 政治权贵热衷密室协商 距离人民越来越远 这句话不但剑指宣布参选的郭台铭 国民党高层人人纵枪 从此权贵就被定位成跟庶民对立的角色 强烈排挤经济栏和知识栏 最后韩国瑜团结庶民力量 通过了党内初选 却埋下整合变数 韩国瑜号召庶庶民起义 蔡英文当然吃亏 他从小住阳明山豪宅 念台大的时候就天天自己开车上学 从政之后被发现是最爱穿着Prada的总统 出访中南美 身上是定价七万多的名牌经典风衣 还有下乡穿的Hunter雨鞋 一双可要五千块钱 参访苗栗跟地方人士享用的是 三千块的法国菜 怎么看 他都一定是韩国瑜口中 白白胖胖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蔡英文的选战策略 不是把草鞋穿回去 而是把韩国瑜的庶名标签撕下来 韩国瑜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在云林的农舍爆出了违建争议 后来违建拆了 农舍卖了 但庶名风波 显然开启韩国瑜的形象危机 11月又被周刊爆出 曾经买过七千万豪宅 被质疑庶名炒房 所以韩国瑜干脆自己公布 所有买卖过的房产 除了周刊曝光的日升月恒 还有板桥豪宅东方明珠 内湖的工业宅风折等等 每个买卖都是几千万 最后连不在名下的房子 都被挖出来 没错 庶名不是穷人 同样能买房 但自称黑黑瘦瘦的韩国瑜 再也没有立场 打倒权贵阶级的蔡英文 积极斗争可以制造对立 也可能是追求正义 拿来当选举武器 会是哪一种效果 就看蓝绿如何操作 这是我们的